就是要找地方種樹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樹很重要 就直接以台南的 我們當然有一些資料分析的進度 先跟大家報告 例如說畫面上看到 我們以台南市政府永華行政中心 為一個衛星圖 大家看紅色線就是我們把公共設施 就是比較容許種樹的公共設施 框在圖面上面 那我們再透過衛星的資料 因為我們肉眼不曉得哪邊是樹木 但是衛星它透過光的某些波段 它可以判斷哪邊有樹 哪邊有草地 所以你看到框框這邊 這就是永華市政中心這邊 它其實有綠色 但是它不是很深色 表示它其實是個草地 實際上它的確是 它附近有一個很大片的草地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透過資料找到這塊地之後 下一步就可以去想像說 如果要多一些樹 或者要多一些設施 那大概要有什麼方向 當然它不可能全部都種成像森林公園 有可能它還是要辦活動 那可不可以多一排樹 多一點點樹這樣子 所以我透過這個demo的話 其實也是放在Google買賣上面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看 那如果你擅長GIS處理的話 也可以直接下載 我們已經做好各個縣市的road data 那包含NDPI的資料 跟剛才講的公共設施 哪一些公共設施是比較容易種樹的 所以大概你可以透過Google Earth來開 也可以用一些開源的GIS軟體 來開這些資料 然後我們期待的是 其實KANG也有做一個 在更早之前就把台南市的綠色 剛剛這種各種各樣的直升狀況 放在一個地圖上面 所以是一個線上的圖胎 所以我今天想要徵求的就是說 你對於線上圖胎 我們還有21個縣市還沒有做 所以你對線上圖胎很有興趣 那我們可以用這些road data 把它做成一個每個地方都可以瀏覽的 另外就是說有一些國際的朋友也可以是 其實這個方法 我想不同的國家來操作看看 或許都可以有一些有趣的對話 例如說透過衛星 大概大家的方法第一步是一樣 不過接下來第二步 有一些國家的特別的空間 它也是容許種樹 例如說日本有的神社 我們可能不會想像我們的廟宇種很多樹 可是我們可能會想像神社可以種很多樹 所以在不同的國家 在不同的文化空間 其實是有一些對樹的態度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期待 這個專案其實就是慢慢往 現在是先做資料的整理 那我們在Slack上面是以GIS這個Slack來討論 所以有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到Slack 或者是你就看一個圓柱體的畫面 你可以找到我們這樣子 所以另外一方面我們在盤點樹的資料 也有包含東南亞的資料 跟台灣這邊各個縣市的資料 第一次沒有被卡掉了好不好 好 那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 謝謝